上周师徒至第一站 陈建宁队与黄大伟队周队厮杀 双方熬战九回合 战成平手 最后陈建宁队李嘉威 在三十秒清唱PV中胜出 而落败的黄大伟队 最低分的罗浩颖及雪翰文遭到讨败 本周师徒至第二站 世仇相斗再是更加激烈 黄运林队将出战袁维仁队 后终担任队长的袁维仁老师 阵中队员包括 拥有多密尼加混血的黄雁玲 嗓音独特 就读北女中的红雪峰 声音神似黄小虎的黄奕婷 拥有作手创作的词曲创作人赵志德 来自马来西亚 音质轻量的彭楚音 其爱自弹自上的新疆才子万江 08年美国K王争霸冠军苏比 外形阳光歌声充满张力的胡怀浪 舞台剧经验丰富的阿美族五四爱 星光六剃管曾创下满分的陈科兵 最后是初选获得免死金牌的Yukira 勇儿老师的教学方法 以集体讨论的方式 要求队员一起提出建议 来选择出最能制胜的曲目 而在彼此交换意见的热络气氛之下 更时常出现集体大合唱的情况 此外小胖老师更建议队员选唱经典歌曲 借由筷子人口的好歌引起评审共鸣 增加比赛胜算 你们会不会唱升级了吗 我听到这首歌 你们谁会唱至一首歌 太贱坏了歌 太好了 这首歌是一个很好的 我想见两歌 就没关系 有一首歌很好的 叫这些日子里的爱 你有听过吗 小浓的东西 小浓的心中 我才明白这些日子里的爱 就这样为你政府 切断你所有退路 我们会全力以赴 乐乡温柔的分数 小王队 加油好吗 如人对阵中 难过许多声音辨识度高 及外形亮眼的选手 具有吸引观众目光的明星特质 而黄玉玲队阵中 也深藏了许多高手 首先是多次挑战星光 一次次更加进步的许亭卫 身材高大 嗓音高亢的王复青 外形阳刚歌声浑厚的 退役军人赖祥君 气质独特的个性女生 简半弟 来自马来西亚 台风稳健的蔡逸文 演唱经验丰富的 助唱歌手郑盈盈 上海复旦大学高材生童话 外形亮丽 嗓音充满磁性的吴子玄 来自上海 唱歌充满自信的石续静 十八岁 演唱技巧成熟的Erika 最后是小林老师 自失败区救回的高伟 由于小林老师工作繁忙 因此伤情佐安老师前来代课 在上课第一天 老师就先了解 每位选手的问题 每位队员都把握机会 踊跃发问 安安老师也耐心为大家解答 让每个人对于歌唱技巧 及表演方式 都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此外 安安老师跟鼓励队员 表达自身想法 为表演加入自己的创意 展现属于个人的表演风格 安 安 安 小林我们一定一 我们一定一人 我们一定一人 一人对音乐有着自我主见 个人特色鲜明 事求相争战控激烈 当着重以选歌至胜的 原文人队 就像鼓励选手 表现自我的黄云林队 哪一种教学方式 较有成效呢 全球的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台湾第一美女 欢迎你准时收看我们的 中式超级星光大道 今天 哎呀 个人觉得一定十分的精彩 因为在上周我们看到这个 David老师跟建宁老师 两队的对抗之后 就发现呢 其实呢 每一个人到了这个 带队的位置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这个 跟对方会有敌对的情绪 我个人觉得 这一集会比上集好看一点点 为什么呢 David老师跟建宁老师 先不要生气 为什么 因为这两队是世仇 你知道吗 那种恨 已经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 非要搞个你死我活才可以 是的 本来是小林跟小胖老师 但是小林呢 灰灰衣袖 第一站他不愿意打 呸 你看 已经火药味这么严重了 所以他还请了一位美女来代替一下 好 我们的左安老师请出列